在基督里 作者 尼拓生 第一章 在基督里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 在基督里这四个字非常简单 但意义非常深 如果没有在基督里 就没有福音 如果没有在基督里 就没有教会 如果没有在基督里 根本就没有基督教 没有救赎 也没有救恩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基督里做 不是在人里做 神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 乃是在基督里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说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 可能会认为神的话很麻烦 很累赘 把在基督里加在天上属灵的祝福之前 似乎是不必要的 神的话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如果明白这件事 就会明白基督教 我们如果明白这件事 才会知道神一切救赎的计划 也才会知道在圣经里 神一切的工作是如何 在神救赎的计划里 神不直接对付个人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对待世人 不是以个人来看待 乃是以团体来看待 神不看你个人犯多少罪 做多少坏事 神只问你在亚当里如何 人多注重个人的罪 但神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一个人 就是亚当里面 在这个人里面 你能够看见你自己是如何 他没有出问题 你在他里面也没有问题 他出问题 你在他里面也出问题 照圣经的原则来看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圣经说 亚当是第一个人 是首先的亚当 基督是第二个人 是末后的亚当 有人要问说 他们之间的许多人 如何算呢 怎么世界上 明明有许许多多的人 却说只有两个人呢 因为在神眼中 所有的人都包括在这两个人里面 在这两个人之外 没有第三个人 没有另外的一个人 你或者是在亚当里 或者是在基督里 亚当好像是一个极大的人 你一从母复生 就存在这个大亚当里面 然后当你信主重生时 你就被迁到基督里 在亚当里 我曾看过一幅图画 上面有一个女人 穿着大裙子 有许多小孩 藏在她的裙子底下 神看人 也是这样 人乃是在亚当里做人 神就是将人 叠接在亚当里 我们把子女归入父母 父母又归入祖父母里 一直归入前一代 直到亚当 这样我们就能看见 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 今天我们看自己 是由亚当出来 实在说 我们乃是在亚当里 因此亚当那天做了什么事 我们也都做了什么事 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里犯罪时 你我也都在那里犯了罪 亚当做的 就是你我做的 所以 什么叫做在亚当里 再打个比方说 我在开封的时候 有一个人问我 什么叫做在亚当里 那个人请我用比喻说明 我回答说 中国人都说 我们是由始祖皇帝传下来的 皇帝有一次与持有打仗 假如那时 不是吃油被打死 乃是皇帝被打死 你说 现在还有中华民族吗 他回答说 没有 我说 为什么皇帝死了 就没有中华民族 他说 因为皇帝死了 我们也死了 我说 皇帝死他的 我们活我们的 他说 不行 因为我们是由皇帝出来的 皇帝死了 我们也都死了 你看见了吗 持有不必杀死 我们冲戒个人 他只要打死皇帝 就没有我们这些底下的人 圣经里所说的亚当 就是这样 我们不必人都犯罪 凡是从亚当出来的 都犯了罪 亚当所经历的 就是我们的经历 哥林多钱书十五章说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亚当死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死了 你不必去查考你个人的历史 你只要在亚当里 他所经过的一切 就是你的历史 神救赎的工作 乃是在基督里 神救我们也用同样的原则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得救 主怎能替我们死 使我们得救 从个人方面讲 我信主就得救 从团体方面讲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受了审判 比方这同理的粉笔 好比我们这许多人 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里 我不必把粉笔 一只一只丢在海里 我只要把这个桶子丢在海里 所有的粉笔也都在海里 桶子在那里 粉笔也在那里 照样 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的经历 就成为我们一切的经历 他在十字架上受审判 被钉死 复活 生天 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 也和他一样受审判 被钉死 复活 并生天 他所经历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一切 在基督里 神看我们都像基督 都有基督的经历 这就是神救赎的工作 如何能在基督里 有人问我说 我们如何能在基督里 我回答说 比方我你某人 有一百五十磅重 有能力将粉笔放入桶子里 你想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比一百五十磅重的 你某人有力千千万万倍 他难道不能将我们放在基督里吗 请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我们得在基督里 是谁做的 乃是本乎神 我是在基督里 我是在基督里 但我不知道 我是怎样得以在基督里 正如粉笔在桶里如何 粉笔自己也不知道 但只要粉笔放在桶里 个如何 粉笔也就如何 如何进到基督里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神已经把我放入基督里 基督如何 我也就如何 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 就是神救赎的工作 不是对付个人 乃是对付基督 今天神在世界上立了二大营 就是基督营和亚当营 人今天有权选择 在亚当里或在基督里 你在亚当里 结局就是灭亡 你在基督里 结局就是得救 神不在亚当之外做什么 神也不在基督之外做什么 有一个人问说 你看我能不能下地狱 我说 你很有资格 他回答说 我这么好的人 还下地狱 我说 你早有资格了 我不问你这人自己如何 是好或是坏 只问你是在基督里 或是在亚当里 你不必偷盗 杀人 或犯什么大罪 只要你在亚当里 就有资格下地狱 我记起圣经里 有一件事很奇妙 这是记载在西伯来书里 西伯来书不容易读 做这卷书的使徒证明 基督超过摩西 约书亚 旧约的天使和亚伦 他拿基督与他人比 其中所比较的一件就是 基督做祭司 比亚伦更高 使徒如何证明这件事 他说 基督做祭司 乃是按照 麦基喜德的等次 按照这人的祭司职任 而来 亚伦是大祭司 他的祭司 职份是由立位而来 亚伦有一个先祖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有一天和别人打仗 得胜后 将所得的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由此就证明亚伦不及基督 亚伦是立位的后代 立位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而亚伯拉罕献上 所得的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当亚伯拉罕献上 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时 以撒在他的腹中 雅各更小 立位又更小 所以也借着亚伯拉罕献上 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因此按着麦基喜德等 赐进祭司职任的基督 当然比按着立位 祭司职任的亚伦更大 在基督里 就有神一切属灵的福分 有一次我与几位 独生物的大学生谈话 我告诉他们 按照圣经 父亲的年岁比儿子的年岁小 儿子比父亲年岁大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生命的源头 从十足起 至父亲已有六千年 现在儿子若活到三十岁 则在这六千年上 又加上三十年 岂非儿子生命比父亲生命长 以前我们如何有亚当的生命 今天我们也如何有基督的生命 当我们接受亚当的生命时 就成为亚当的一部分 今天在基督里也是一样 我们在基督里 接受了基督的生命 就是基督的一部分 所以基督里的一切 就成为我的 这乃是圣经里神救 我们的方法 在此有一个问题 这样 我个人还必须追求吗 难道我个人 无需追求圣洁 得胜吗 请你记得 你如果要圣洁 要完全 你必须以神的眼光 来看你自己 你犯罪不犯罪 你且不管 只要你在基督里 你行善与否 有得胜生命与否 自己如何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在统中 统的一切 就成为你的 这乃是福音 所以我们说 福音乃是白白的恩典 因为根本与你无干 如果你在基督里 一切都是你的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的一切 或各样 在天上属灵的福气 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 在基督里 一切所有的 神无法不给我们 我们若是在基督里 神无法不把一切属灵的福分给我们 神没有办法 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神不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也行 但他既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他一切属灵的福气 就不能不给我们 在基督里 一件都不少 如果基督有十样 我们只有九样 这不行 做不到 所有在基督里的 无法不给我们 这乃是神的工作 对于得救 得胜的生命 能力 道路等 不管是什么 在基督里 都给我们了 即使你说 你是最大的罪人 也没办法 神既把你 放在基督里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 神刑罚了基督 就是刑罚你 神审判了基督 就是审判你 在基督里 你的罪都蒙赦免了 再多的罪都赦免了 神没办法收回 这关系到神的恩典和公义 罗马书乃是说到恩典和公义 一幅所书则说到神的恩典 这两样有分别的时期 神在基督里乃是神的恩典 神若不将人放在基督里 人就没有办法 我们能在基督里 乃是神的恩待 神将人放在基督里之后 神就审判了在基督里的人 今天你是得救的人 何以如此 因为这里不只有神的恩典 也有神的公义 神审判基督后 能否再刑罚我们 不能 神审判基督之后 就不能不称我们为义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 神是公义的 他不能不承认基督所做的一切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一切都在于 看见什么是在基督里 你看见在基督里这件事以后 你就能享受极大的福分 我没有时间详细讲圣经里 关于在基督里的事 在基督里不知有多少圣洁 得胜 能力 属灵 信心 灵性的进步 谦卑 忍耐 爱等属灵的福分 你能想到的一切属灵福分 都在基督里 今天最差的基督徒 乃是向里看不向外看的基督徒 你若看自己里面到底圣洁不圣洁 不必我问你 我可以带你回答 你在自己里面定归不好 神拯救了我们 但我们常忘了 神乃是在基督里拯救我们 我们常想 我现在得救了 提起为什么仍然这样不好 为什么我仍然骄傲 为什么我里面仍然有许多污秽 你巴不得能得胜 你就回头看自己 看看自己有没有忍耐 谦卑 圣洁等 请你记得 你如果向自己里面看 你必定寻不出忍耐 谦卑 圣洁等 反而你能寻出污秽 提起 骄傲等各种罪 何以如此 因为你忘记了 神的救法乃是在基督里 不是在你自己里 谦卑是在基督里 忍耐是在基督里 圣洁是在基督里 一切都在基督里 在你自己里面永远是污秽 永远是不洁 你活在基督里 就有一切 活在自己里 就一点不变 与基督相连 享受他里面的一切 你千万不要想 神在你里面 到底做了什么事 在你里面的 仍然是污秽 邪恶 不解与骄傲 神的恩典 不是坐在你里面 乃是坐在基督里 你与基督接上时 基督里的一切 就通到你里面 你与基督切断时 一切的污秽 就都通进来 这就如同 接上清洁水管 就得着清水 接上污秽水管 就得着污水一般 你说你已经得救了 至少今天比以前好 无论如何总比以前好 你以为你得救以后 你的旧亚当 就渐渐改变了 神要向你证明 没有这件事 永远没有这件事 你在亚当里 就仍然是误会的 使你与以前不同的 乃是在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 你才有改变 比方 灯怎样能发光 灯本身不能发光 乃是电流通的时候 灯就发光 基督徒也是这样 一切的美德 圣灵的果子 能力等 都在基督里 只要连于基督 就得着这一切 好像电都在电厂里 等因着与电厂连接 就能发光 我们在基督里 就是与基督连接 与基督发生关系 这样 基督的能力 基督的一切 就都通到我们身上 我们平常说 灯发亮 这是不错的 但实在说来 不是灯发亮 乃是电通过灯 发出光亮 灯乃是极电的光 胜过黑暗 我十岁的时候 第一次看见电灯 那时觉得很稀奇 明明一盏灯是黑的 怎么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我等它亮了两小时候 把它挪到黑房子里 以为它能继续发光 那只一挪开 它就不亮了 黑暗了 原因是 灯本身并没有光 灯本身是黑暗的 乃是它什么时候 与发电厂接触 什么时候才发亮 我们原来都是黑暗的 后阴在基督里 就能发光 就有忍耐 谦卑 但我们忘记了这一切 之所以存在 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做了数年基督徒 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了 岂之一离开基督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基督 不是你 约翰一书五章说 神乃是将生命放在基督里给我们 而不是单独地把生命给我们 假如我把一块铁包在一张纸里 我取纸时 铁也就一并被我拿去了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在基督之外 我们不能得着什么 一切都不是独立给我们的 乃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 你认识并相信这件事后 今天晚上回家 你会喜乐得下能入睡 我们能在基督里 乃是神做的 我们一点没有分 一切乃是基督 不是我们 这样你才知道 你自己没有一点盼望 你自己一点不能改变 不能渐渐变好 灯泡没有电 如何不发光 今天你一与基督切断了 你在自己里面 也一无所有 今天你 如果有所不同 有所改变 都不是因为你自己 有什么改变 一切都是基督 都在于基督 一切都是基督 不是你 这就是神的救法 第二章 在亚当里 与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岂不知我们 这受尽归入 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尽归入 他的死吗 罗马书六章三节 在亚当里的承受 犯罪的能力 神救赎的办法 是奇妙的 人是想要 做什么能得救 但神不要我们 做什么得救 神所做的事 不是在人身上 乃是在基督身上 撒旦是工作在亚当身上 神乃是工作在基督身上 有一件事 我们必须先明白 然后才知道神的救法 你知道人是如何犯罪的吗 你是不是以为人是自己立志后才犯罪 朋友 你是如何发脾气的 你要不要昨晚先想一夜 我明天要大发脾气 今天晚上 我无力量 我太软弱 我巴不得明天 好好地发一顿脾气 我立志 明天要发脾气 有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 发脾气不需立志 不必用力 很容易就发了 犯罪不必用力 不犯罪才要用力 好比光暗一样 世界上有电光公司 他们帮助人用光来除去黑暗 但黑暗是奇妙的事 世界上没有黑暗公司 光需要用钱来买 但黑暗不需要用钱 它自己就来了 你家中要黑暗 有没有向黑暗公司买黑暗 没有 黑暗是天然的 不必用力 但你要光 就需要用力 就是用钱 同样的 犯罪不必用力 但不犯罪很难 要用力 犯罪的性情 人不必祷告 不必立志 不必用力 就犯罪了 犯罪快得很 人一点不必先预备 立刻就能犯罪 为什么人犯罪 不必用力 为什么人这么容易犯罪 因为人犯罪是天然的 反而人行善不容易 不目染 为什么人行善不自然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有亚当的性情 而亚当的性情 乃是会犯罪的性情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罪是从亚当进来的 我们这些在亚当里的人 就都承受了亚当犯罪的性情 所以我们犯罪都是非常自然的 撒旦要示人犯罪 他如果一个一个去叫人犯罪 时间来不及 他怎样做呢 他把毒药放在水源 叫一切喝这水的人都要死 他把罪的毒药放在亚当里 亚当犯罪 以后属亚当的人犯罪 就是自然的了 我今天重复犯罪 不必用力 不必用心思 也不必励志 只要我与亚当有相当的关系 就自然能犯罪 只要我是属亚当的人 就自然能犯罪 所以亚当犯罪的性情和能力 已经自然地传给我们了 承受一切亚当所有的 因此 你不必稀奇 世人与亚当既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全世界的人犯罪 乃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犯罪是非常自然的 要发脾气 两秒钟内就可发出 并不需要抵挡 我们由亚当接受了犯罪的能力 思想 计划等 因着我们在亚当里 所以我们承受了亚当一切的遗产 亚当的一切 成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一无所有 亚当无所不有 我们是他所生的 是属于他 所以好像亚当写了遗嘱给我们 把他一切的遗产都给了我们 亚当犯罪的是 我们不必学 也都能 也都有了 圣经说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由亚当传下来 什么叫做赚 如何传 比方你是一个父亲 赚很多钱 也有积蓄 你儿子是你生的 你爱他 你将钱传给他 这些钱 不是你儿子自己赚的 完全是你初力赚的 现在 你把钱都给了他 这就是传 亚当就像这样 把他一切所有的传给我们 我们可以说 亚当给我们的恩典 非常多 我们自己完全不必用力去的这 基督给我们的是恩典 是白白的 亚当给我们罪 这也是恩典 也是白白的 凡是生于亚当的人 亚当都白白送他犯罪的恩典 所以 今天我们 人人都是一个罪人 没有一个人立志 故意犯罪 但人人都会犯罪 我们是生来的罪人 我们在世界上自然的 不出力的就犯罪 我们犯罪非常顺 并且一直犯 这就是我们 在亚当里所承受的 亚当白白的 叫我们做罪人 我们在他里面 他就白白把犯罪的能力 和性情给我们 在基督里的救恩 在基督里与在亚当里原则相同 神的救恩 与亚当叫你白白做罪人 方法相同 神在基督里的救恩 与你在亚当里做罪人 原则相同 在亚当里 你无需做什么 就得着亚当犯罪的性情和能力 照样 在基督里 你不必立志 不需行为 或用心思想 就能得着救恩 你只要在基督里 神的救恩 就没有条件 白白的 毫不保留的给你 你只要在基督里 一切属于基督的 都是你的 你不必用力 不必思想 不必立志 就好像在亚当里的情形一样 这乃是恩典 因着亚当的生命在我里面 所以我犯罪 照样 今天因着我在基督里 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 所以我能做好 我能公义 我能圣洁 也不必自己出力 只有一件重要的事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在基督里 福音把我们从前 在亚当里的关系推翻了 从前你与亚当的关系如何 照样 今天你与基督的关系也如何 朋友们 我觉得神何等的有恩典 我能喜乐地笑着说 一切在基督里的 今天我都能享受 基督所能的和所有的 不管有多少 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有份 这种有份不需要自己出力量 乃是自然的 只要在基督里就能得着 好像你在亚当里 不必出力就能犯罪 照样 在基督里 也不必出力 就能谦卑 忍耐 温柔 圣洁 并且高过一切 只要你在基督里 你就能 就有这一切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 接着 我们还要看圣经怎么说 请你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再读一读 是不是若有人行善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不 圣经不是这样说 不是说那些励志 苦功行善的人 是从旧造进入新造的人 圣经乃是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没有别的条件 不是你自己如何 如何励志 如何用力 或你自己心变成怎样 才成为新造的人 乃是说 只要在基督里 你就是新造的人 但我们都是想 怎样做才是新造的人呢 我们都想用改良的办法 今天改一点 明天改一点 渐渐就能成为新造的人了 也许我心里不谦卑 但起码我的口 可以先谦卑 就是对人说谦卑的话 学习圣洁 先是口里圣洁 然后心思圣洁 虽然我不好 但渐渐改变后 就能渐渐圣洁 这样 到有一天 我就慢慢变成新造的人了 这样的改良需要多少时间 很难说 快者十年 慢者二十年 或一生都不能成功 但请看神的话如何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做新造的人 一点和我们没有关系 只要你在基督里 你就是新造的人 我在开封部道时 有一位厅长的弟弟 来对我说 你说我有罪 我承认 但不论你怎么说 我都要念佛修身 我已经念了几年 我不是用那些无知者的方法 乃是从哲理入门 我是寻求安心定命 我发现 我越读 越用功 越不能心里安定 里面尝出花样 我已经这样做了几年 还没有多大进步 但我打就用三十年的时间 继续寻求 盼望能够成功 如果按你所说的 只要在基督里 一天就成了 一天就成为新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读过许多宗教的书籍 发现基督教的方法最快 但你的胆子很大 你所说的比基督教的更快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多做解释 只叫他回去试试 第二次 不到会又到时 他来对我说 还是你们的办法快 下次有受尽时 请来通知我 我要受尽了 一切在基督里 都是快的 不要慢慢改良 慢慢修来 一切的美德都是基督 不是自己改良出来 或制造出来的 你在基督里 就有一切的美德 比方 有一支灯泡 它要不要祷告几小时 励志 用力等 才能发光 不 它只要通上电 就能发光 它自己没有光 只是让光 从它身上流出 基督徒也是这样 不是自己修身 或努力去做 去思想 来成功什么 乃是只要与基督接触 只要接上 它这电源就成了 我们得着重生 圣洁 能力等 这些都是基督 不是自己有何改变 得胜的生命 圣洁 谦卑等 都是基督 我们在基督里 就都得着了这一切 所以我们要说 感谢基督 不是我 一切荣耀都归给基督 一切乃是基督做的 不是我自己做的 我乃是在基督里 接受一切 在基督里 是唯一的条件 再没有第二个条件 只要在基督里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就造都过去了 问题全在于 你在基督里 或在亚当里 犯罪或得胜 沉沦或永生 与你自己无干 乃是看你在那一个人里 这就是神在圣经里 所说的救法 神救我们 乃是将我们 放在基督里 神对付基督 就对付了一切 你还记得 粉笔与捅的比喻吗 捅在那里 粉笔就在那里 捅的命运 就是粉笔的命运 粉笔不必想自己如何 只问捅如何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也是这样 不问我自己如何 只问基督如何 我记在基督里 基督如何 我就如何 在基督里不被定罪 我们还要读两节圣经 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这两节说到那种人 不被定罪 我们以为悔改 行义 做好人 就不被定罪 但神乃是说 在基督里的人 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里就够了 就这么多 无需再做什么 在基督里的人 就不定罪了 没有别的条件 为什么在基督里的 就不定罪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 受审判时 我们也在基督里 受了审判 基督所受的刑罚 就是我们的刑罚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 就是我们的经历 在基督里的 就不再定罪 再就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基督 在十字架上受刑罚 被定罪 如今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已经为我们 担当了审判 已经足够了 所以不能第二次 再在亚当里定罪 我若欠了一百元 以后又还了 债主就不能再向我 讨那一百元了 我们既以一次 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了结了 受刑罚了 所以如今 在基督里的 就不定罪了 我人大胆不大 从前常想将来下地狱 不知会如何 有几次生病 乃是因为怕下地狱 不知会如何 今天 我相信 神已经一次 在基督身上 把我审判 刑罚了 今天我非常欢喜 因为如今 在基督里 我就不被定罪了 雷弟兄是做生意的 若是有人向你告代 到年底 你把款项收了以后 就不再向人收款了 是不是 全世界上 所有诚实的人 都是这样 感谢神 我的一张欠款条 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替我还了 神不能再向我要了 在基督里 不再无能 欠债的人 都怕人来讨债 没有欠债的人 又怕借债 如果你只赚一元 吃一餐饭 就用完了 你这样无力 不欠债怎么办 好像我们信主以后 也是这样 常担心 虽然罪得了赦免 但不能避免 再犯罪 怎么办 罗马书八章 一节里定罪 这个词 三十年以前 只意做定罪 那时 有一个希腊文专家 坚定原文 寻出在希腊文里 定罪这词 有二种不同用法 有官听用法 和民间用法 官听用法 是定罪的意思 但民间的用法 不是定罪 乃是掣肘 或无能的意思 所以 这节乃是说 在基督里 不再定罪 并且也可以 不再无能了 在亚当里 我们无能抵挡罪 我们是残障的 我们对许多罪 是无能的 不能胜过 我们立志 祷告 用力 都失败 但如今因着 在基督里 就有能力 基督是大有能力的 一切在基督里的 都不再无能 乃是有能了 问题不是你本身 有何大能 问题乃是由基督 传来的有多少 在基督里 就能得着 一切出于基督的 所以一切的问题 都在于 你是否在基督里 生命圣灵的 律在基督里的释放 为何在基督里 就不定罪 并且有能力 二节说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因为不能放在前头 必须前面先有一句话 然后再说 因为 因为是用来解释 和对第一节的事 第二节乃是说到 第一节的原因 二节说到律 律是什么 律就是一条 永不改变的定理 律乃是一直一直如此 中国有一条法律说 杀人者处死 这是一条律 因为不论张三或李四杀人 都必须死 地心引力也是律 任何东西 都是向下落在地上 无论在今天或明天 无论在南京或北京 任何东西往上丢 结果都会向下落到地上 这就是律 这里说罪乃是律 意思就是 罪是一直如此的 人犯罪是一直如此的 无论谁 无论今天或明天 都会把罪 比方我很容易生气 如果我遇到陈某人就生气 我遇到同样的人又生气 同一样的试探 都有同样的表示 人都会骄傲 发脾气 只要遇到同样的试探 都会骄傲或发脾气 每次遇到相同的情形 就犯乃同一件罪 我们少犯新鲜的罪 我们都有自己私家 特别本领的罪 那就是律 你每次所遇到的罪 都是熟悉的 微者你也许遇到它 几十年了 每次都犯同样的一件罪 或几件罪 我们犯罪会容易觉得 但你知道罪的律吗 罪不只是行为 罪乃是律 这杰傅说到死的律 死是什么 死在圣经里的定义 就是极端的无能 比方 一个人生病 你应该安慰他几句话 但你不能做到 这就是死的律 你知道需要圣洁 公义 忍耐等 但你做不来 这就是死的律 今天坐在这里的男女 都私下受到罪 和死的律的捆绑 你每次失败 都是犯某一件罪 你每次做不到的 也是某些事 也许你犯的罪 别人无力犯 但你所做不到的 别人能做到 总是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罪 和死的律 但这里有一个方法 能够胜过 罪和死的律 那就是生命圣灵的律 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 使我们脱离罪 和死的律 唯有基督 不受罪 和死之律的支配 比方 我手中这本 新约全书 今天虽然不动 但它里面 一心一意 都想向下落 今天 所以不落下 乃是因为 有反对的力量 我三只指头的力量 阻止它向下落 地心引力 是一种力量 拉它向下落 我手指的作用 也有一种力量 反对它向下落 因此我的手 拯救这本书 脱离地心犀利 我的手乃是 这本书的救主 主对我们的拯救 也是这样 主是用圣灵 抵挡我们犯罪的力量 我们手指的力量 虽小 但能抵挡地心的大犀利 这本书是否要立志 用力 盼望或祷告 使自己不往下落呢 不 乃是我的三只指头 使它不落下 今天我们得救 也像这样 不是我们做什么 乃是我们在基督里 生命圣灵的律 就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就你免沉沦的工作 根本与你无分 得救也是这样 只要在基督里就成了 胜过罪 也是只要在基督里就足够了 一切都在基督里完成了 一切在于基督 我感谢神 我得救 罪的赦免 得称义 得永生等 没有一件是出于自己的 都是出于基督 所以主说 它是出 它是中 感谢神 我被放在基督里面 前后左右都是基督 一切的地位都是基督 基督 基督 万有都是基督 我们算什么 我们所有算的数的 只在基督里 昨晚我说到 何谓在基督里 今天晚上 我说到 在基督里 如何胜过罪 我真不知该如何对你说 我们真是一无用处 一切都是基督 基督 基督 基督是一切 一切都在于基督 第三章 主观的在基督里 岂不知我们这受尽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尽力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 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三至十一节 出亚当 入基督 神的救恩是非常奇妙的 在完成他的救恩的事上 实际上他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 他乃是在基督身上做工 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 现今我们得救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不需要求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 只要我们进入基督里 基督所做成的 就在我们身上生效 这就是神的救法 我们是如何进入基督里 乃是神把我们放入基督里 实际说来 我们必须先从亚当出来 然后才能进入基督里 比方 我必须先出这房门口 以后才能进入另一间房 我们必须先有出 然后才有入 所以 我们是先出亚当 后入基督 由生入亚当 由死出亚当 我们若要知道 我们是怎样能够从亚当出来 我们就先要研究 我们是怎样进入亚当的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 凡从肉体生的 就是肉体 什么人是在肉体里 就是由肉体生的 我们何时生下 何时就在亚当里 我们从父母生下时的生命 就是亚当的生命 虽然经过那么多世代 但人的生命 还是亚当的生命 我们进入亚当纪是经由出生 那么我们从亚当出来 要急什么呢 比方 我进入这房间的时候 是面向东 我出去的时候 只要向后转 往西走就成了 同样的 我们是由生进入亚当 就要由死从亚当出来 没有别的方法 你死了 就了结了在亚当里的地位 感谢神 祂使我们能死 好从亚当出来 我们在亚当里只会犯罪 死乃是从犯罪得释放的大救恩 人有许多不得了的事 一死救了了 属世的事与属灵的事相同 罗马书6章7节说 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人死了以后 就无法犯罪 自然就脱离了罪 一个死人 他的思想 意志 脾气 以及他的邪恶 都死了 有一个人在澳大利亚被定死罪 法官定他180条死罪 因为这人坏透了 但他只要死一次 就不能再犯任何罪了 人犯了吸鸦片 抢钱 杀人 以及其他一切的罪 只要他死了 一切救了 永远不能再犯罪了 圣经的原则也是一样 做基督徒的人 如果能够死去 就一切兜了了 在基督里才能死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进到亚当里是借着出生 我们出亚当是借着死 如果我们真能死 就脱离了亚当的罪 现在路已经知道了 但要如何走呢 我已经生在亚当里 是亚当的一部分 今天要出亚当 必须死 死了就从亚当出来 但我要怎样死 好脱离亚当呢 得救的路是死 得胜的路是死 脱离亚当的方法是死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死 这道车要如何开 你凭自己能死吗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自己死 死这条路 乃是神替人预备的 我们依靠它 我们在基督里就能死 就能从亚当退出 阿里路亚 在基督里真宝贝 在基督里我们就能死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 乃是神的作为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 钉死的时候 神已将我们都放入基督里了 我们乃是在他里面 和他一同死了 比方 这桶里有粉笔在里头 我把桶丢在海里 粉笔也就在海里了 桶在那里 粉笔就在那里 照样 神将我们放入基督里 基督一切的经历 就是我们的经历 罗马书六章六节说 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第二句说 一人寄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死了 为什么神的话说 一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因为众人都持基督里 所以基督一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众人不能不死 这死乃是在基督里死 不是在你里面死 我们死了 就不能发脾气 不能再犯任何罪了 这就是神的救法 信心的眼睛 我第二次到开封时 曾经对大家说 人死了 就脱离罪 有一位殷太太对我说 圣经说我死了 但在生活中 我又好像还没有死 后来他问我 你先生 有什么办法 能够真死了 我知道 如果真死了 就能脱离罪 我对他说 我们是在基督里死了 在自己里面 就还是生的 活的 你如果住在基督里 就一直是死的 什么时候 你在自己里活 你就不是死的 神所做出的死 神所创出的死 乃是在基督里 你如果看自己 就不死 所以 永远不要在你自己里面 看自己 你要用信心的眼睛 看自己在基督里死了 这样 你就是死了 神做的工作 不是单独 坐在你个人里面 乃是坐在基督里 你如果时时刻刻 都在基督里 基督所事和所做的一切 就会流入你里面 灯泡本身不会发亮 但电流通到他身上 他就能发亮 我们在自己里面 不能不发脾气 但在基督里 自然就能忍耐 有人是在活中寻死 我们则是在死中寻活 我们说过 我们要用信心的眼 看我们是在基督里死了 我们的自己 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我们信心的对象 乃是基督 我你某人向自己里面看 寻不见死 但你某人在基督里 是已经死透了 现在不需要再死了 感谢神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 许多基督徒失败 就在这里 他们在自己里面寻死 就永远寻不着 当你向自己里面 醒察自己死了没有时 你就仍然活在自己里面 而且活得厉害 死是在基督里 不是在你自己里 有一件事非常稀奇 就是我们竟然活在 两个领域里 我们本来在亚当里 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 但今天在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又常回到亚当里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许多基督徒的失败 就是不肯停止向里看 以致仍然活在自己里面 有一位在主里的姊妹 她很有经验 人问她 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 她回答说 你要常经历得胜的生命 你要不失败 你就要永远不在基督 以外看自己 何时你在基督之外看自己 何时你就会像从前 没有得救时的情形一样 当你向里看时 你乃是用感觉 用自己的眼睛 但当你向基督看时 你乃是用信心 用神的眼睛 受尽的意义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之后 还当做什么事呢 人死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埋葬 圣经所说的受尽 就是埋葬的意思 昨天有六个人受尽 就代表有六个人埋葬 人必须先死 然后才埋葬 我们埋葬一个人 乃是表明 我们相信这个人死了 有一个女人的丈夫 死了三日三夜 但她不肯让人 把她的丈夫 放在棺材里 她说 她怕丈夫 在棺材里窒息 因为她不信 她的丈夫真死了 你今天 如果不信一个人死了 你会把她埋葬吗 不会 我没有死 我也必定不肯 让别人把我埋了 受尽乃是你 相信你在基督里的地位 你信你与主 已经同定死 基督的一切 你也有份 因为所有相信 神儿子的人 都在她里面 你相信你在她里面 已经死了 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 现在你怎样表示 你已经死了呢 就是借着受尽 受尽乃是宣告说 我在基督里 与她一同死了 所以我要借着埋葬 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基督徒必须有一死 从亚当出来 也有一生 进入基督里 死生当中 要有一座福桥 就是埋葬 好从亚当那边 过到基督这边 受尽是一面接亚当 一面接基督 一面对亚当说 永远离开了 我把你丢在背后 与你脱离一切的关系了 一面进入基督里 在基督里 有新生的起头 在基督里 乃是神在圣经里 最完全的思想 这是我们能脱离 亚当的集团 进入基督的集团里 这两个集团当中 有坟墓隔着 一个人死了 就要装在棺材中 寂寞了 就是被埋葬 主义人所流的血 能够洗净 我们一切的罪 全世界上的水 都不能洗去一点的罪 但受尽的水见证说 我借着死 从亚当出来 经过埋葬 进入基督里 现今在基督里 我的罪的洗净了 我得救了 第四章 基督的复活 这样 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愿诵赞规 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三十三节 并不分犹太人 西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一过三个晚上 我们看见什么叫坐在基督里 昨天晚上我们看见 我们在基督里所成功的事 乃是死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 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 也就死了 我们不必自己去死 不必找方法死 也不必想如何死 在基督里 我们都死了 因着基督死了 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 也死了 我们有一位弟兄 从前是带兵的 他对我们说 军队里规定 如果有人害怕打仗而逃跑 就必须枪毙 他在军队里 与几个军官谈到这事 他说军队里的规定 比一切的律法都厉害 有许多士兵实在受不住 因为军官待他们不好 欺武他们 然而 一旦一个士兵死了 就脱离军官的权柄 军官对他就没有一点办法 军官欺武士兵 直到死为止 再过就没有了 同样的 在基督里我们也是这样 亚当的罪在我们身上有能力 叫撒旦常常欺压我们 控制我们 但我们一在基督里死了 就脱离了他的挟制 以上所提 乃是消极方面的 解决我们的问题 至于积极方面 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神利亚当为人类的元首 亚当犯罪堕落之后 所有的人一生下来 就是罪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 这样 神如何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 神的救法乃是另立一个新的头 就是基督 基督是新人类的元首 正如亚当是救人类的元首 神今天乃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成为在基督里的人 正如我们从前是在亚当里的人 人不是独立的 若不是在亚当里 就是在基督里 若不是在基督里 就是在亚当里 天上只有一个人 地狱里也只有一个人 你今天在这里 是在那一个人里面做人 你要知道 我们乃是借着基督的死 退出亚当而进入基督里 基督的复活 乃是一切新造的起头 圣经十分奇妙 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 要信基督的死 圣经只告诉我们 要相信基督的复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基督的死是消极的 了结了一切就有的 而基督的复活力是积极的 因着有了复活 我们才能得着新生命 才能脱离罪 才能是奉神 当基督复活的时候 所有在他里面死了的人 也都要复活 成为在新生命里 在神面前的新人 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蒙了重生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说到一件很奇妙的事 就是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今天在教会里 人常说到重生 但许多人不明白 到底人如何重生 许多人说 我们是借着十字架重生 但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乃是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蒙了重生 我们重生是因基督的复活 换句话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就不能重生 基督死而复活 我们也与他一同死而复活 并得着他的生命 重生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 这生命乃是基督在复活时所赐给我们的 基督必须先死 然后复活 他如果没有死 就不能复活 也就不能把生命给我们 感谢主 他已经死了 又活了 所以他能够将生命赐给我们 现在我们要把主的死与复活 做一些解释 好使我们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所得之得胜的生命 是怎么一回事 主在地上时 说过脉种的比喻 这是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主说 一粒脉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十一三章三十三节 指明主所说脉子的死 乃是指他自己的死 一粒脉子与一粒沙不同 脉子有生命 沙没有生命 但脉子如果不落在土里死了 就是千万年后 还只是一粒 所以有一天 主耶稣这粒脉子落在伯利横 死于各个他 然后在复活里 使我们重生 而得着与他同样的生命 如果基督不离开天上 来到地上 今天就仍然只有他一人 圣经说 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独生子一级唯一的儿子 神喜欢他的独生子 但他更喜欢有许多的儿子 神要他的独生子变成长子 使他能有许多众子 在约翰福音里 基督乃是神的独生子 而在罗马书八章和西伯来书二章 基督变成神的长子 从人方面来说 我们不能把长子和独生子 用在同一个人身上 长子的意思是 底下还有儿子 如果是独生子 就没有其他的儿子了 神要他这独生子变为长子 基督这位神的独生子 怎样能够变为神的长子呢 如果独生子永远在天上 那就永远只有一个独生子 他要变成长子 就必须从天上落到地上 所以有一天基督就从天上 落到伯利恒来 然后死了 基督的死有二方面 第一面是赎罪的 死为着担当我们的罪 第二面是非赎罪的死 为着释放出他的生命 神的生命即死的释放 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 这节乃是路加福音里最深的一节 主说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这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这里的火被丢在地上 指明这火不是从地上来的 乃是从天上 由神那里来的 火乃是指圣灵里的生命 主来把火丢在地上 就是要把神的生命释放到地上来 但主接着在五十节说 我有当受的尽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迫切在希腊文里是紧 拘束的意思 主的意思是说 他来要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 但他还在肉体里 无法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 他觉得肾紧 很受拘束 因为他有肉身 神的生命不能发出来 神的生命受肉体的限制 所以他觉得肾紧 不得释放 主说他有当受的尽 还没有成就 主在三章时已经受了尽 为什么这里说 他还有当受的尽 我们要注意 这里主不是说 他还没有受尽 他乃是说 他有当受的尽 还没有成就 这里的尽 显然是指 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说的 基督的死乃是他的大释放 基督若没有死 他里面神的生命 就始终被拘禁 受约束 他一旦死了 神的生命就逮着一方 就能够给人的这 这乃是他所愿意的 全本圣经没有一次说在耶稣里 只有说在基督里 我们不能在耶稣里 耶稣是个人的 是神的独生子 我们无法与他有份 没有一个人能在 拿撒勒人耶稣里 但有一天 这个在肉体里的人 单独的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他的肉体死了 但借此他的生命 就释放出来了 当这人从死里复活时 就成了基督耶稣 成了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的一位 我们在基督里面 对着他的生命 并得以与他同死同复活 这就是基督复活所成就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这节里的那一粒麦子 乃是指基督 神的独生子 基督死了 就是那一粒麦子死了 麦可腐烂 麦子里的生命就释放出来 再过一段时期 一粒就变成许多粒 这许多粒都是由那第一粒麦粒来的 原来唯一的一粒 今天化成了许多粒 这唯一的一粒如何变成许多粒 乃是借着落在地里 基督一个人在地里死了 身体裂开 生命释放出来 在复活里变成你和我 我们就是那许多的麦粒 我们的生命 乃是由基督这第一粒麦子来的 我们的生命 乃是从基督分出来的 这样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基督是头 我们是肢体 今天这生命虽然在我们里面 但这生命乃是由基督来的 这就是基督众生我们的经过 主原来是神的独生子 当他死而复活之后 就生出许多子粒来 他就成了神的长子 我们这许多子粒 就成了神的众子 主在复活那一天告诉玛利亚说 我要生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在三天前 主还不能说这句话 但在复活那天 他就能说这句话了 主未死之前 还未能与我们有此关系 但当他从死里复活后 把生命分给了我们 我们就都有了相同的生命 都成了神的儿子 我们重生之前 在亚当里有许多不同 如今在基督里都相同了 我们有相同的生命 有相同的性情 在基督里的心人 受尽表面上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我们不可以为简单 在受尽里 无论什么东西都埋葬了 加拉太书三章末了说 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 都是批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西利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许多年来 共产党想要把阶级打倒 但都打不到 他们即使把父子的关系打破了 其他的关系仍在 然而我们在基督里 就能打破一切的阶级 包括国别 性别 阶级等 在基督里 我们都成为一了 请你记得 我们成为一 与二十七节的受尽 很有关系 你什么时候 进入水里埋葬 乃是你承认 你的救人死了的时候 当你看见 你救人所有的一切 都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时 你就要求受尽 所以你进入水里时 是一个在亚当里的人 而当你从水里起来时 你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基督徒 我们从水里起来时 一切在亚当里的不同 都留在受尽的水里 埋葬了 我们得着了基督 做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成了基督人 所以我们能够合而为 不分犹太人 西利尼人 在加拉太书三章 保罗为什么要说到 犹太人和西利尼人 因为犹太人骄傲 他们看外邦人好像狗 甚至好像猪 你如果送钱给他们中间的穷人 他们不会要 全世界上神的选民 就是犹太人 他们的种族观念最厉害 你要犹太人与西利尼人 合而为一 做不到 但当他们相信基督 接受基督 进到水里受尽时 犹太人不能起来了 只有在基督里的那一部分 能起来 受尽乃是试验 你是否在基督里 你还在国家的分别里吗 你还在主奴的分别里吗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奴隶没有任何自由 主奴的分别是非常的大 然而 所有受尽归入基督的 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 再没有国籍 种族 主奴的分别了 不分自主的 为奴的 在上海有一个弟兄 为我煮饭 在家里我叫他的名字 在聚会里 我称他为弟兄 有一次我叫他 坐到前面来 他说 你先生 我说 在基督里 没有主仆 你不可以叫我先生 你要叫我弟兄 在上海有一位姊妹 丈夫原位得救 前年冬天 有一天 他俩一起祷告 做妻子的先祷告 以后丈夫也祷告 两人就都成为主内的人了 我在他丈夫 受尽那天对他们说 你们从结婚那天起至今天指 彼此的关系乃是夫妻 但从今晚开始 你们在亚当里的关系 已经埋葬了 从今晚起 你们乃是在基督里 合而为一了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 遇见一位弟兄 我问他 你的父亲得救了吗 他说 我的父亲 也是我们的弟兄 已经得救了 现今我们在基督里 合为一 又有一次 我在聚会中 介绍我的一个旧父 我称他为弟兄 在家庭里 肉体的关系有分别 但在基督里 在教会里 没有肉体关系的分别 我们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我常说 你在家里 叫你的孩子喂孩子 但在教会中 你们乃是弟兄姊妹 在河南开封 有许多官长信主 我被邀请到那里 去讲道时 有一个弟兄 为我介绍那里的弟兄们 他介绍时 称这个是什么长 那个是什么长 长来长去 我就对他说 我们都从亚当里出来 进入基督里了 今天我们乃是弟兄 有二位弟兄乃是厅长 他们到上海来 与弟兄们一同吃饭 有一位弟兄将要说 某某厅长时 向我看了一看 立刻就改口说 我讲错了 是某某弟兄 阿利路亚 我们众人今天因着死 脱离了亚当 因着复活 进入了基督 现在我们在基督里 乃是神的重子 是亲爱的弟兄 不分男或女 我们在基督里 也不分男女 圣经里都是说到 神的儿子 姊妹们 你现在是什么人 你现在因着神的儿子 已经做了儿子 在肉体里 你是女的 但你现在得着 神儿子的生命 这生命乃是 儿子的生命 所以你们姊妹 也是儿子 有一位弟兄说 我们可以说 弟兄是男的弟兄 姊妹是女的弟兄 这句话是对的 虽然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八节说到 我们要做神的儿子 和女儿 但那里不是说到 在基督里的关系 所以与加拉太书 三章二十八节 并不冲突 我们在基督里 都是神的儿子 并不分男或女 这乃是荣耀的事实 基督徒当取的态度 在基督里 算自己死了 即使这样 今天我们应当取什么态度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是最好的说明 这节说 你们像罪 也算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里 却当算自己是活的 十一节 如果没有当中的一句 在基督耶稣里 就没有基督徒的信仰 许多人以为 信主乃是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但我们所说的死与生 乃是在基督里的 我读过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许多次 也讲过许多次 但常忘了在基督里这句话 你如果不在基督里 你无法算自己死 你也不能死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死了 不是在自己里死了 我们应当向主说 主啊 我看自己还是不死 我像罪仍是活着的 我到今天仍然喜欢犯罪 但是感谢你 你说 我在基督里死了 所以 我不相信自己 我乃是 相信我在基督里 已经死了 我相信 在基督里 我已经死了 这就是信心 死是凭着信心得到的 不是凭着行为 不是试探来的时候 求自己能死 试着死 不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死了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 乃是神在基督里 钉死我们 我在自己里面是活的 在基督里就是死的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 不是明天的事 也不是今天的事 乃是早已做成的事 我们在基督里早已了 这是已成的事实 像神在基督里 算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一面说 我们像罪当算自己是死的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 消极的一面 一面又说 我们像神在基督里 却当究自己是活的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 积极的一面 我们在基督里死了之后 又复活了 复活应当有圣灵的果子 就是活出各样的美德 但你不能凭自己活出这些美德 你必须活神的生命 你如果凭神的生命而活 你就自然胜过罪 而有圣灵的果子 你不必有许多祈求 你更好是赞美 当试探来的时候 撒旦对你说 你还是自己在活 你并没有死 你要对他说 我不在自己里面 我乃是在基督里 我在基督里向神活 得胜乃在基督里 得胜的生命不是算出来的 得胜乃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 你在聚会中可以算得不错 但你回到家里 若在自己里面算 就错了 得胜只能在基督里 关于算 让我再引电灯的比喻 电灯是因接触电而发光 电灯的电源在发电厂 电灯只要一接触电 就能发光 所以电灯在自己里面不能发光 它能发光乃因连于电厂 再比方上海电车与汽车的走法 电车和汽车本身都不能走 但电车只要接触电就能走 而汽车乃是靠汽油燃烧的力量 才能走 所以汽车的力量 有用尽的时候 汽油用完就不能走了 我们的生命不像汽车一样 只有有限的汽油 乃向电车行走的原则 我们只要接在基督里 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 都要源源不断地通到我们里面 我们不必担心会用光 今天一切的问题乃是说 你是否肯到基督里面 在这个房间里 如果有未得救的朋友 你今天晚上只要一进到基督里 与他发生关系 他一切的丰富 也要流通到你里面 这一切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无需做什么 却能得着一切 死是了结 是消极地 结束了亚当里的生活 埋葬了从前的一切 复活是新生命的起头 是积极地 开始基督里的新生活 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 就得着他的生命 所以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死了 也是在基督里复活了 死与复活都在基督里 一切都在于在基督里 第五章 如何能在基督里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尽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三节 十一节 在已过四个晚上 我们看见圣经里 在基督里这件事 在基督里的相反 就是在亚当里 我们首先论到亚当和基督二大集团的生活及性质 其次论到我们必须由亚当集团进入基督集团里 这就是得救 重新在基督里生活 我们也说到 如何能够由第一个集团进入另一个集团 就是脱离亚当 进入基督里 我们看见 神不在各个人里面做工 其他的宗教都是在各人里面做工 但基督的救恩 不是用人自己的方法 乃是神在基督里 在基督身上做成他的工作 基督徒乃是集圣灵的力量 皆在基督里 有分于基督所有的一切 我们自己虽然不好 但我们与基督接在一起 基督的一切就流到我们身上 我们自己不必做什么 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 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福音 我们传信息固然需要注重真理 但真理清楚以后 必须将实行的路摆出来 比方说 你告诉我 厦门怎么好怎么好 到末了 你还必须告诉我 如何能去厦门 今天晚上 我们还要来看 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 我们得在基督里 是本乎神 哥林多前书 一章三十节上半节说 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本乎神就是出乎神 主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被放在基督里 这乃是神的工作 第一天晚上 我说 像我这样一个五尺十一寸 一百四十磅重的人 乃是普通人 都有能力将粉笔放在桶里 并投在海里 何况创造宇宙的神 岂不更有能力 将我们这般人放在基督里 神做成这事 已经启示在圣经里 他当时如何做 我们无法领会 但我们只要相信 就是了 我们需要信入基督 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出乎神 这样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上文说 神已将我们放在基督里 但我们如何能得着这祝福呢 新约里有一卷书专门论到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得生命 那就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有一节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三章十六节 这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在原文里 信字底下 还有一个小小的字 就是英文的 在中文里应该意为信入他的 许多人常问 你们教会里的人不劝人做好 也不讲别的道 只问人信不信 其实圣经不是说信不信 乃说信入不信入基督 圣经不是说 我信某某事 不是像信报纸上所登的事一样 圣经乃是说 人一信 就把自己信入基督里 我们能够借着信 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就在基督里 我们得在基督里 一面是神做的 一面也要我们信入他里面 信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信 全本圣经里最重要的乃是信 但我们的信也许不是圣经所说的信 新旧约里 说到信的地方有数百处 但唯一给信下定义的 是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这节圣经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实底义的不对 在希腊文里并不是名词 乃是由动词转变的名词 就是英文的substantiating 比方监督 乃是动词变成名词 英文本圣经普通都译为substance 只有达密译为substantiating 在中文里我们找不到适合的字来表达 比方 我们是物质的人 我们如何与物质的世界接触呢 我们乃是用五官接触这物质的世界 人如果缺了五官 就不能知道这物质的世界 这世界满了形形色色的物质 各有其光暗 颜色 形状 而这各种物质 乃是借着我们身上的眼睛表明出来 传到我们里面 我们才知道有世界上的各种物质 颜色本来在人的外面 人乃是借着眼睛 将外面东西的颜色传到人里面 颜色就是圣经所说的质 眼睛将东西之颜色的质彰显出来 同样的 信心将属灵世界的质彰显出来 你如果对瞎眼的人说到颜色 世界上固然有各种的颜色 但对他们来说 没有颜色 这不是说世界上没有颜色 只是瞎眼的人缺少一种本能 不能够把东西颜色的质彰显出来 神今天乃是要我们将神在基督里所成功的事 在我们身上变为实在 这就是信心的功用 信心就是一种substantiation 把属灵世界的质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 你和他谈属灵的事 就好像一个画家与一个盲人讲五颜六色一样 盲人会完全推翻一切 这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图画 没有颜色 乃是盲人缺少一种器官 能够把颜色的质彰显出来 今天对你来说 在基督里属灵的是如何呢 我与你谈话 是不是好像画家与盲人谈话呢 但愿不是 问题不是有没有属灵世界的事 问题乃是有没有一个机关 能够将属灵世界的事表现出来 一个貌人眼睛虽然瞎 但他的耳朵能听 如果我对盲人讲颜色 盲人用耳朵听 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也许要大笑 为什么呢 因为他substantialing颜色的器官错了 人身上各种器官 机关都各有其用处 要把属灵的事彰显为实在 只有信心能够做到 你如果以感觉去substantialing 属灵的事就错了 为什么你用信心 就可以把属灵的事 substantialing为实在 因为基督已经做好一切了 神今天把一切都摆在基督里了 在属灵的世界里 神不叫你去创造颜色 形状 他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 他现在乃是要你用属灵的眼睛 就是用你的信心将一切表明出来 圣经里所说的信心 乃是将属灵的事表明出来的作用 在实际的经历上 你也许会产生一种问题 比方你也许会对我说 你说我已经死了 但我看自己不像死了 反而像还没有死的 我仍有许多罪 我还活得很呢 请你记得 我们肉体的眼睛 只能substantialing肉体的事 只有信心才能 substantialing属灵的事 信心就是神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用肉眼看自己 感觉自己 就只能将亚当里的事 substantialing出来 为什么你不能把在基督里的一切 substantialing出来 因为你用错了器官 你用肉体的眼睛看 你用感觉 却不用信心 相信神的话 你也许要问说 你说要信 到底要信什么东西 在实行方面 信到底如何作用 请你记得 我们乃是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意思是 神在圣经里说 某件事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我们就相信 他所说的已经成了 有一次 一位西教士问我说 神的话 神的话与神的工作 有何不同 当时我用戴着手套的手和地拉手 我就对他说 神的工作好像手 神的话好像手套 你拉住我的手套 就拉住我的手 照样 你拉住神的话 就拉住神的工作 后来他们就明白了 你拉住神的话就足够了 神的工作就在神的话里 如果神的手不在手套里 你拉手套就毫无用处 但神的工作 乃在神的话里 你如果对神说 神啊 你说这件事已经成功了 我相信就是这样了 神先说 然后你也说 神说 在基督里 你的罪的赦免了 你就说 在基督里 我的罪的赦免了 神说 在基督里 罪被审判了 你就说 在基督里 罪被审判了 神说 救人死了 你就说 我的救人死了 神说 你得这新生命 你就说 我得这新生命了 你如果这样做 一切在基督里的 就都临到你身上 约翰福音十五章说 主是葡萄树 基督徒是枝子 这件事外人看来 也许非常普通 但在基督徒看来 这乃是惊天动地的事 葡萄树上一切的枝叶 都流通到枝子里 果子 叶子 枝子的生长 都是由干而来 基督徒乃是主 这棵葡萄树上的枝子 他们不必自己去奋斗 长叶子 结果子 他们只要在这棵葡萄树上 就行了 然而许多基督徒 看自己不像枝子的时候 就祷告祈求 盼望自己能够做枝子 这种祷告 没用一点用处 你已经是枝子了 你不能祷告求 做一个枝子 你乃是要看见 你就是枝子 你如果看见 你就是枝子 你的祷告不是祈求 乃是承认 你是枝子 这就是信心 信神已经做了 不是信神将要做 有一次我病得很厉害 我在神面前祷告说 求主医治我 医生没有办法了 求主医治 我曾多次看见 神在圣经里的应许 神界圣经对我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起先求主担当我的疾病 后来主给我应许了 但病还没有好 我又求 主就责备我 说我错了 然后他开我的眼睛 我才看见 神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 后来我就相信了 我不再祷告 只赞美主 赞美他已经担当了 我的疾病 虽然外表上 我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病痛仍在我身上 信心不是信神将要做什么 信心乃是信神 已经做了什么 不是我相信 神将要医治我 乃是相信 神已经医治了 圣经里没有将来的信心 信心乃是相信 神在基督里 已经做事了 今天我相信 神在基督里 已经做成的事 我接受他已经做了 已经完成了的事实 这就是真实的信心 站立在神的话上 又有一次我生病 我求主医治 神说 圣灵住在你里面 要叫你这必死的身体 能活过来 我就知道主已经医治了 那晚我去睡觉 却不能睡 因为热度很高 情形好像比以前更坏 撒旦就来对我说 你说神医治你了 你看你的热度这么高 又不能睡 你说病已经好了 但你的痛苦更加重 你说神医治你了 没有这件事 我就想 或许我错了 但是后来我知道 这乃是撒旦所做的空气 我就不管 我对撒旦说 神说他已经医治我了 热度高 疼痛 睡不着 这些情形靠不住 世界上 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一切的疼痛 困难乃是假的 神所说的话 才是真实的 这样说了以后 我在几分钟内就睡着了 撒旦或许对你说 你看你 你看你 你里面是污秽的 你要告诉他 不错 我在自己里面是污秽的 但我现今乃是在基督里 我在基督里 一切都洁净了 你站在神之一边 撒旦立刻就失败了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注意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这两件事 这两者乃是大不相同的事 对于基督徒的生活大有关系 你必须小心对付 当你的生活与圣经所说在基督里的情形相反时 你必须站在神的话这一边 你不可靠感觉 也不可看自己的情形 你必须站立在神的话上 只相信神的话 这样 神必领你 进入在基督里的丰富 你必须站立在神的话